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佐榮 在上面兩集的節目當中 特別是在上面兩集的百年戰役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曾經非常詳細的介紹了 從1884年到1920年代左右 台灣的整個疫情 那麼就有很多觀眾會想要知道說 那後面呢 後面發生了哪些事情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程序之前的講座 然後大致上的內容呢 還是一樣來自於百年戰役這一本書 那裡面呢 所提到的在1920年代之後 台灣的一些疫情上面的一些措施 跟公共衛生的一些政策 那麼很簡單的先複習一下 那個時候有所謂的法定傳染病 那法定傳染病呢 隨著時代的變遷 還有這個醫學的進步 有些時候會發現一些新的 一些這個傳染病出現 所以它會有一些變動 那麼一開始最早的時候的法定傳染病呢 包括了哪一些 包括了各位在畫面上看到的 有百思毒 有虎裂拉 就是鼠疫禍亂 還有這個傷寒 赤栗 天花 斑枕傷寒 心紅熱跟白吼 那麼在這個後面呢 又加上了流行性 腦脊髓炎 以及流行性感冒 還有日本腦炎 所以今天呢 那我們就會依照這一些 流行病的一些防治的方式 來跟各位做一些介紹 在這個當中 之前有提過 在台灣的公衛體系 日本時代的公衛體系當中 一個鐵三角 一個鐵三角 就是包括了警察 公衛 還有保證 保證 這三個鐵三角 提到警察這件事情 其實警察有些時候 在台灣的偏遠地區 因為缺乏一些公衛 所以有些時候呢 還會 必須要兼任 這個醫師的角色 那當然呢 有看過上一集的朋友 大概就會知道 他們都是屬於限第一 就是限制你在某一個地區 可以行醫的執照 而不是台灣全島都可以行醫 我們在這個畫面當中 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在什麼地方 這個是在這個嘉義 嘉義的達邦社 那在周族 就是阿里山 其實就是阿里山 在周族的那個區域呢 他的這個警察 那這個警察呢 他還兼任了公衛的角色 為當地的民眾做一些 很基本的醫療 還有一些疫情的防治 那之前我們也提過 為什麼我們會有醫師 醫生 這樣子稱為上面的差別 那醫師就是受過完整 而且正統的西方醫學教育 的這一些醫事人員 我們稱他為醫師 那醫生呢 就是像之前的一些汗醫這一類的 那麼會有這個狀況出現的原因 是在於說 台灣的 一開始的時候 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這個醫療資源的不足 那醫療資源的不足呢 所以需要大量的醫生 醫師來台灣 可是呢 又沒有人要來 因為來台灣太危險了 要嘛就會染病 要嘛就半路會被人家這個 結殺 像這一類的 所以呢 台灣必須要去訓練 台灣總督府必須要去訓練 自己的本地的醫師 那麼 除了我們平地 這邊的這個 福利大家來學醫之外 那麼在三地 特別是在三地 他們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三地的醫療 也必須要靠著 三地的醫師 他們來擔任這樣的工作 當然一方面 因為是語言的問題也有 二方面就是究竟 我們從這一張 這個會業書 當中呢 由廖明睿先生 所提供的會業書當中呢 我們可以發現 在三地 從事醫療的一個行為 那這張會業書呢 主要是新竹的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腳板山 那邊的公醫 那在為自己的原住民同胞 提供這個醫療的一個狀況 所以 這個部分 對於當時而言 公醫 警察 警察甚至有些時候 還會監工醫 還有地方的這些 頭人 逃郎 就是保證 他們來從事 這個跟整個公衛體系 相關的工作 這是非常重要的鐵三角 那我們來看一下 底下這張圖表 這張圖表其實呢 很有趣 這張圖表 它是紀錄了從 1896年到 1912年 在台灣發生 百斯堵 也就是鼠疫 疫情的狀況 那 右下角呢 是年代比較早 左上角呢 是年代比較後面 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從這邊就看到一些巧思 一個非常冰冷的統計圖表 但是在它這個呈現上面 它用老鼠 從 右下到左上 然後老鼠的 這個大小 來判斷當時疫情的 這個嚴重程度 那你可以看到 從這個圖表當中看到 中間有兩隻大老鼠 1901年 1904年 那個時候呢 整個台灣 染疫的人數呢 分別多達到 這個4500人 跟3500人 所以這個圖表 就可以看到 但是 在剛才所提到的 這個公衣 警察 保證的 聯手努力之下 1917年 1917年 鼠疫 在台灣 就已經絕跡了 那後面呢 偶爾會因為外面 這個傳進來的一些 鼠疫都是零星的狀況 但是大流行呢 在1917年之後 就沒有了 好 那提到了 霍亂 霍亂這個東西呢 狐獵啦 當時 各位有看上集的就知道 它的這個致死率呢 就是高達了八成 像這樣的 在當時的致死率高達了八成 這樣的一個 這麼可怕的一個疾病 在1920年之後 之後 也沒有再爆發出大的流行 各位看到的 這一張照片呢 是在1919年到1920年的時候 全台那時候最後的一次 就是這個狐獵啦的大流行 那麼兩個年度呢 分別有6500多人感染 然後另外還有4368人感染 像這樣的一個大流行 那各位看到的畫面呢 就是在台北現在的大稻埕地區 那個時候的消毒班 他們叫做消毒班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所謂的清消嘛 清消的人員 他們坐著這個台車 再往返這個大稻埕 跟這個城市之間的一個景況 各位可以看到這一個畫面 剛才所提到的呢 是屬於軟體的部分 也就是再講一次 保證 警察 還有這個工醫 這是軟體 防衛 公共衛生的軟體 那麼硬體的部分 其實是最正本清源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1905年開始 實施大清潔法規定 家家戶戶什麼時候 全家要做大掃除 然後周邊的環境 必須要維持整潔 還有包括食品的衛生 還有販賣 這一些巨細米都有 但是 但是 我們每天都離不開的 就是飲水 喝水 喝水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這個當中 1896年的時候 台灣總督府就聘請了一個英國的顧問 巴爾頓 從這個蘇格蘭那邊 這個來台灣 擔任台灣的一些衛生工程的一個顧問 那其實這個巴爾頓呢 也是厚騰欣平民政長官所介紹來的 我們在這個圖表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太習以為常了 我覺得現代人非常習以為常一些日常生活的 比如說電 比如說水 比如說 甚至抽水馬桶 而當我們有一天 發現停電了 停水的時候 才會覺得生活上面非常的不便 可是這一些基礎的 這個民生設施也好 公共衛生設施也好 是一開始就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是上帝賦予我們的嗎 當然不是這樣 所以這一些值得被紀念的人 也是我們今天在這一個講座當中 會不斷的提到的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畫面上的這張圖 這個在設置這個上下水道 這個是上水道的一個場面 1897年的時候 那麼就開始去在台灣尋找一個 各個主要的都會去尋找一個乾淨的水源 那水源找到了之後 要怎麼樣把這些乾淨的水源透過過濾也好 消毒也好 然後經過這個水道 然後到我們的家裡面來 那水道分成上水道跟下水道 上水道就是拿來喝的 下水道就是拿來排的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說法 那麼各位看到的這個圖表裡面 就是上水道在鋪設的狀況 那麼鋪設這個上水道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深度 它的深度 它的工程的規模 可以從這邊發現 但是巴爾頓先生很遺憾 他來台灣 他工作就是要去尋找乾淨的水源 所以在這個尋找乾淨的水源的過程當中 他當然也是要去喝水 有些時候 特別台灣的天氣非常炎熱 有些時候不見得他會喝到 這個煮沸過的乾淨的水源 所以他在1897年的時候 他又染上了吃力 然後台灣最強的武器就是蚊子 他也染上了瘧疾 所以只好回到日本去養病 去日本養病之後 但是他的學生 也就是他的同事 叫冰野迷士郎 他那時候擔任的是衛生工作相關的一個工程師 就程序了他巴爾頓的一個工作 繼續尋找乾淨的水源 幫台灣鋪設這個非常優良的上水道跟下水道設施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張圖 是在1914年的時候 那麼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下水道 下水道的管線在鋪設的一個過程 那麼這是在台北 那你也可以看到那個規模 下水道排水的規模 之前我們也提過 在台灣之前 其實連水溝都沒有 最早的時候連水溝都沒有 就是反正門口外面地上這樣灑一灑 吃喝拉沙都在那個地方 也不是只有人在吃喝拉沙 還有動物在吃喝拉沙 就一大堆人都在 包括人畜都在那邊吃喝拉沙 那這樣當然會感染很多的疾病 特別是傷寒 傷寒這個疾病是由這個沙門桿菌 他所帶來的 他最多最多的這個 他依附的或者是感染的途徑 就是排泄物 所以下水道工程是非常重要的 也因為上下水道的工程 陸陸續續的完工 這個傷寒這個疫情 在1930年代之後 之後就已經得到控制 所以從這邊可以發現說 幾個影響台灣比較大的 最可怕的火亂 這個傷寒 然後這一些疫情都 漸漸漸漸得到控制 那相對的台灣的整個政情 也越來越穩定 這個當中我們必須要去提到 在1920年代之後 台灣防疫的一個成功的關鍵 那我稍微做了一個整理 那這個關鍵的人物 就人物而言 就是厚騰欣平這個名政長官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厚騰欣平所拍攝的 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張照片 厚騰欣平講到他的時候 就必須要去提說 那他的背景是什麼 他來台灣之前 他曾經當過陸軍的檢疫的事務官 然後同時他也是 那時候內務部的衛生局局長 所謂的內務部的衛生局局長 如果用今天我們的這個 政府行政制度來看 他就是衛福部的部長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然後同時他本身也是醫師 這樣背景的人 來台灣擔任這個名政長官 所以他最在意的事情 就是他認為 如果要讓台灣能夠安定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先要把台灣的公共衛生制度 建立起來 那麼他來台灣的時間 從1898年到1906年 但是事實上他來台灣之前 他就已經做為台灣總督府的顧問 在規劃一些跟公衛相關的事情 那麼他回去之後 後面的這個總督也好 或者是這個名政長官也好 也是研習他之前所規劃的方式 繼續去做 那麼他所規劃的方式當中 除了剛才所提到的這個軟體也好 這是所謂的公衛制度 或是硬體的這些公共衛生設施也好 還有一些法令 像大清潔法這樣的法令 那麼把它歸納成三件事情 就是分別是衛生教育 所謂的衛生教育就是 你一定要培養國民 有一個對於公共衛生的概念 像我們這一次的整個防疫的過程 就可以看到說 大致上 大致上我們的這個國民 對於公共衛生的這個觀念 都是非常正確的 所以個人的這個在衛生教育當中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個人的衛生習慣 比如說出去外面回來家裡的時候 要洗手 然後不要隨地丟垃圾 隨地土壇 什麼這一類 屬於個人衛生習慣 這件事情必須要透過教育 所以透過教育最主要是從小朋友開始 當時去這個學校念書的時候 他老師就會在課本裡面 或者是每天不斷的提醒裡面 告訴你說 你要常常勤洗手 然後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 然後這個不乾淨的東西 不要隨便亂吃什麼等等的 希望透過小朋友的學習 把這些學習的成果帶回去家裡 讓家長也能夠慢慢慢慢的 養成這個衛生習慣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們現在非常流行的 特別是最近非常流行的 就是什麼 預防注射 唯有預防注射 才是真正的去阻絕病毒入侵的最好的方法 所以再講一次 唯有預防注射 才是最好的方法 預防注射是第二大項 然後最後 最後也就是目前 目前我們國家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什麼 跟病毒的決戰要在境外 必須把病毒阻絕於境外 所以第三個就是海港的防疫 所以就講結論而言 在1920年代之後 台灣的疫情大致上影響台灣非常重大的這些疫情 大致上都獲得控制了 所以台灣本身基本上算是一個安全跟乾淨的地方 但是外來的病毒會不斷的入侵 甚至會變種 這個時候要怎麼做 它的做法呢 就是要用海港檢疫的方式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會分成這三點 但我們 當我看到這個厚騰欣平的這個照片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有很多人 甚至於這個號稱這個非常這個 這個專業的一些資料 他會告訴你厚騰欣平有一句名言 這句名言是拿來形容台灣本島人的 就是什麼 就是怕死 愛錢 做面子 然後說這個是厚騰欣平對台灣人的評價 那其實這個是1927年 那個時候呢 在台灣明報裡面呢 黃旺誠先生他寫的 他自己說的啦 他把這句話呢 塞到厚騰欣平的嘴巴裡面 所以大家也不要再以而傳而而 這是黃旺誠先生說的 那黃旺誠先生為什麼會說這句話 當然他是希望 能夠透過這樣的評價 這樣的這個厚騰欣平對台灣人的評價 激起台灣人說 沒有啊我怎麼會這樣 我現在不是這種人 他是要激起這種感受 但是呢 這句話不是厚騰欣平說的 好 我們先來看看衛生教育 剛剛所提到三個重要的事情當中的 衛生教育這件事情 防疫的不惡法門 從一百多年前到現在沒有改變過 就只有兩件事 就是勤洗手 戴口罩 勤洗手 戴口罩 那就是這兩件事情 各位可以從這個畫面上面看到 當時的這個 學生 要去上課 日本的學生要去上課的時候 那麼 手上那時候拿著那個不是書包 我說包金 包金 包金 因為這一張照片 是在1918年到1920年 這個年代中間所拍攝的 那個時候 全世界都在這個流行什麼 西班牙流感 那西班流感 那個時候在全世界造成非常大的流行 甚至喔 全球當時人口有四分之一的人 都確診 其實我認為數字可能遠大於這個 因為當時有很多的國家 他們不見得有非常完整的統計這個數字 所以我相信數字會大於這個四分之一 但是不管 反正很嚴重 那講到這邊呢 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現在這個WHO說 不能用地區來命名 他那個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能叫武漢肺炎 叫武漢肺炎就是歧視啊 這個日本腦炎就不算歧視嗎 還是說以前的發生就不算 或者是西班牙大流感 這個也不算 講到西班牙大流感 西班牙才真的是可憐 因為真正西班牙大流感的起源 並不在西班牙 而是在這個法國或德國或英國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只是西班牙第一次他勇敢的承認說 國內有這樣子的流感發生 所以呢 大家就把它叫做西班牙大流感 所以人家也沒有怎樣 所以這個我覺得 只要自己心裡面 沒有特別的想法 就不怕別人說你怎樣 所以我們今天在我們的講座當中 延續上面兩集一樣 我們都是稱為武漢肺炎 1918年發生的這個西班牙大流感 在台灣曾經造成山坡的大流行 在1918年的時候 就有78萬人他受到感染 當中呢 有25000人造成死亡 那麼在1920年呢 有15萬人被感染 那死亡人數是2萬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1918到1920之間 台灣又有狐獵啦 又有這個西班牙大流感的這個流行 所以其實台灣整個社會 面臨很大的一個壓力 那麼當這一些流行病發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1918年就是說 日本來台灣統治呢 才二十幾年 雖然那個時候在正情的部分 是比較穩定 但是呢 這個雖然也推行了教育 但是這些小孩子們呢 這個也還接受新式教育小孩子們 也還不見得長大成人 或者是還沒有成為社會主流的名義 年紀也還不到那裡 所以當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這個民眾會怎麼想 民眾一定想說 我一定是做什麼壞事 今天生命要把我們懲罰 今天不知道要忍不住鼻 所以我們要去廟裡拜拜 或是說要去吃香花香夫 或是說要去叫師公道士來涼涼的 發改一下 所以當時呢 甚至還去請了這個北港的媽祖 來做遶境 還做遶境 想要把這個疫情壓住 那麼坦白說 這些東西當然精神力量很重要 我不能夠否認這件事情 但是醫學的科學的還是歸醫學還是歸科學 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去治療 跟怎麼樣去防疫 這件事情才有用 那麼當時也謠言四起 我之前講的那些 每個時代最不缺就是孫美營 那孫美營那個時候又出現了 他們出現了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 這一些疫情 這些疫情 這個大流感 這些感冒 這些怪病 都是日本人帶來的 日本內地人帶來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剛開始發病的 的確就是日本內地人 那為什麼會每一次 上次我有提到 難道是我們台灣本島人的身體 比較強壯嗎 日本人就身體很弱嗎 當然不是這樣 是他們日本人 因為在更早之前 就已經接受了良好的衛生 公共衛生教育了 所以當他一發現自己染病了之後 他會乖乖的去找醫生 找正統的醫師 那麼同時呢 他也會去誠實的去申報 所以比較少 我不能說完全沒有 人性就是人性 不管哪裡的人都是一樣 所以但是比較少 有隱匿疫情的這個狀況發生 所以每一次發生什麼 流行傳染病的時候 頭一個No.1第一盒 一定都是日本人 都是日本內地人 所以大家就開始謠言說 你看都是日本人 沒有來的 把我們灌 今天我們就不會中這個病 坦白說 如果要就後面的 這個實際的狀況來講 日本如果沒有人來管的話 台灣會掛得更慘 好 嚴重到什麼地步 嚴重到 在這個時候是1918年到1920年代 那個時候 坦白說 台灣的這個原住民的各個社區也好 部落也好 他們已經很少有出草的這個風俗了 但是因為疫情從港口進來 到了平地 平地再到了山地 整個台灣都籠罩在這個西班牙大流管的陰影之下 所以他們甚至有準備要發動說 因為阻鄰生氣了 所以我們可能要用出草的方式 來把這個疫情壓下去 當然最後呢 是被勸阻了 但是嚴重到這個地步 你各位就可以想像 或者是可以去思考說 當時疫情的嚴重程度 好 那麼 我們剛才提到了 個人衛生的不二法則就是 勤洗手戴口罩 勤洗手戴口罩 很多人會想喔 我們現在要戴口罩 難道口罩那麼早之前就有了嗎 對 口罩那麼久之前就有了 我們有圖有真相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兩張防疫的宣傳海報 左邊那一張呢 它的標題就告訴你 不戴口罩等同不要命 不戴口罩等同不要命 右邊那一張呢 它會告訴你 跟現在一模一樣喔 話術都沒有變 就是 搭乘交通工具要戴口罩 搭乘交通工具要戴口罩 那麼 它也告訴你呢 HIGAUTO MASK 出外呢 要戴口罩 回到家裡呢 除了洗手之外呢 還要用一些鹽水啦 或是一些吸濕過的消毒水來漱口 那那個目的是什麼 讓你的呼吸道 不要有病毒的 或者細菌的殘留 所以可以看到當時的這個海報 那麼特別是右邊 右邊那一個上面的圖 你可以看到旁邊的左右兩邊的 這個女性乘客都戴了口罩 有人沒有戴口罩還打噴嚏 那旁邊這位 這個男士呢 很快就會遭殃 那下面這個圖就告訴你說 再回到家裡之後呢 個人衛生習慣要做好要漱口 這樣的一個畫面 那再介紹兩張 個人這個衛生教育養成的 政令宣導的海報 左邊那一張呢 就跟現在也是一樣的 兩個字 Keyword 兩個字 隔離 他告訴你 這個患者要單獨一試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 左邊那張海報當中 你可以看到 左邊那張海報的上方 可以看到 這個患者呢 他這個在休息 旁邊照顧他的人呢 戴著口罩 然後後面呢 在旁邊出來的 這個女士呢 他也戴著口罩 但是呢 要把病人單獨隔離在一室當中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 右邊這就屬於消毒的事情 這個常常要把衣物啦 棉被啦 拿去外面做日光的消毒 然後 這個右邊的這個右下 就可以看到 預防注射 就可以看到預防打預防針 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病毒是不分 這個種族的 病毒呢 也不會分富貴 病毒呢 對我們的威脅 是一樣的可怕 也就是人在病毒面前呢 一律平等 底下這張照片 是非常難得的照片 是郭霜富先生他所提供給我的 各位可以看到後面的建築物 非常熟悉嘛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 那這個台灣總督府在1919年完成 1919年的3月完成 完成啟用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光景 其實就是 目前的 如果是從仁愛路的方向 台北仁愛路方向看過去 可以看到 跟 路上出現了很多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想像到的一些景色 譬如說 有一個這麼高 在右邊有一個這麼高的白帆 那個招魂的白帆 好 那這個是什麼狀況 這就是 當時的這個總督 第七任的總督 也就是明時元二郎總督 他的葬禮 他的葬禮 那明時元二郎總督呢 他在1918年的6月6號 被發佈派令 擔任台灣的總督 那他的任期其實很短 因為他感染了西班牙大流感 因而去世 所以他的任期只有1.4年 可是在這1.4年的當中 他是全台灣 全台走透透的第一任總督 第一任全台走透透的總督 這個西部不用講了 到了屏東 那麼以東部的話 不管是宜蘭 這個花蓮 台東 他全部都去了 那甚至呢 最後還從 他已經 其實他已經感染了 但是他還是非常努力的 冒著這個病情 非常逞強的 從台東翻山越嶺 直接到屏東 像這樣的一個總督 他在病毒的面前 一樣的 是非常的渺小 非常的衰弱 那麼他在1919年的6月時候 就已經染病了 也就是西班牙這個大流感 中間有一度 好像病情有點好轉 但是呢 他很可能 他很可能是受到二次感染 所以呢 在1919年的這個10月 他回去福岡 去處理公事的時候 就在福岡過世 但是他在過世的時候呢 他有這個 留下他的遺言 跟他的這個總務長官 說他死了之後呢 他如果沒有辦法回到台灣 他死了之後 他一定要葬在台灣 所以在1919年的11月3號 他的遺體就被運回來 用冰塊冰鎮著 然後移回來台灣 舉行這個葬禮 所以各位看到 郭霜富先生所提供的這張照片 就是明時總督 在新落成不久的總督府前面 舉行葬禮的一個畫面 非常難得 而右邊 這個更難得 這個大概 我相信台灣現在剩下來沒有幾個 這是這個 明時約翁總督的福雕 明時約翁總督的福雕 這個福雕是誰雕的 這才是重點 這福雕雕的人 就是黃土水先生 我們的雕科前輩 最近呢 不管他的少女的肖像也好 甘露水也好 都引起很多的討論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所雕科完成的 這個明時元二郎總督的一個半身 胸像的福雕 這也是郭霜富先生所提供的 那接下來呢 剛剛有提到 明時有交代他的 這個總務長官夏春宏 當時的總務長官夏春宏 說他的遺體他一定要留在台灣 為什麼 他認為他死後 他希望能夠化為護國之魂 勿求鎮守台灣 所以他把他自己 跟台灣的命運連結在一起 那麼這個 各位看到現在目前的這個畫面 是總督的 明時元二郎總督的領袖 經過這一個表釘 也就是目前的襄陽路跟館前路口 襄陽路跟館前路口的一個景象 那等於是一個國葬的一個景象 所以這個文武官員全部都出席了 然後各位看到這個狀況 那麼因為我們講到明時總督的 因為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過世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我們就順便提到說 各位看到的這個畫面 其實是現在目前都還留下來的 這就是在台北當時的所謂三板橋公墓 因為他這個遺體後來就葬在三板橋公墓 那麼三板橋公墓那邊 現在目前還留有什麼 這是事後被挖出來的 還留有他的鳥居 紀念他的鳥居 那這個各位看到左邊這個大鳥居呢 就是明時元二郎的鳥居 那這個右邊那個小鳥居呢 是他的秘書館 蓮田正威他的鳥居 那他的秘書館不是在跟明時元二郎 同一個時間過世的 他是在1930年代才過世 但是他也希望把他自己能夠葬在台灣 是他的小鳥居 講到這邊我就想到 我的一個前輩 就是這個黃明川導演 黃導演 他在他的紀錄片裡面 曾經對明時元二郎決議 把自己的遺體埋葬在台灣 這件事情他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註解 他說當愛台灣成為一個被炒作的議題 我們回頭看看這位殖民統治者 死後選擇葬在台灣 但是台灣歷史卻選擇性的 遺忘這段過去 遺忘這段過去 那這個就有人 有人就拿來對照 目前在桃園 不管是在池湖也好 那個還站錯在那邊的 他到底要不要愛台灣 還是他要回故鄉 這個事情說真的 個人意願這個無所謂 但是也要早點做解決 那麼我們回到疫情 剛才提到的個人衛生 這樣講到第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大家來註冊 預防針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 真正去預防疫情爆發 或者是病毒來侵入 我們體內最好的方法 沒有別的 就是打預防針 然後也不要說 又不是在買菜 還要挑牌子 看看是哪裡做的 然後是什麼牌子的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打 然後這個國家非常民主 所以大家當然可以做這樣的選擇 可是事實上 你如果有預防針 你提前一天打 你就提前一天獲得保護 這不是跟什麼牌子有關係的事情 我們看到了這一個 1919年 古列拉發生的時候 的預防注射的一個狀況 各位可以看到 當時他去打這個預防針的地方 不是什麼 什麼衛生所啦 什麼醫院 這一看就算是民宅 那這個民宅呢 是當地保證 保證 保證他的家 那因為 大家對於打預防針這件事情 有抵抗 嘛 所以呢 保證就會跟大家講說 來住家什麼 可是一想說要去 什麼衛生所 說我越來越不安 沒關係啦 保證就是地方的頭人 大家都熟chest seas 要來溫道祖 所以當時很多打預防針的地方 都是在各地的有名的寺廟 比如說像龍山寺 然後這個曹天宮 像這種地方 或者是在就近的話 這郊區一點就是在保證他的家裡面 因為通常保證都是當地的有錢人 所以家裡比較大 也有廣場 然後來這邊打預防針 那麼我們看到的就是 當時爆發虎劣拉的時候 然後在保證家打預防針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台灣最開始最早打的預防針 當然不是什麼禍亂 什麼傷寒不是 最早開始打的 其實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這個牛豆 那麼就是天花疫苗 這個疫苗其實在1796年 就已經在英國被發明出來 在英國被發明出來 幾年之後大家就開始 陸陸陸續續去接受這個施打 詹納醫師他在那麼早的時候就發展出來 但是你看他在1796年就發展出來 可是各位在畫面當中看到這張畫 是1802年 也就是說他已經是在67年之後 還有這樣子的一個諷刺畫出現 所以可見這個孫民不僅不分年代 而且不分國界 種族 文化 通通都有 各位如果您很仔細去看這一張圖 你可以發現 從最右邊來看的話 這個打了天花的這個婦女呢 嘴巴裡面跑出一隻牛 然後呢 旁邊左邊的這位男士 他後面的這個男士呢 這個兩隻手舉起來的這個男士呢 頭上長出牛腳 然後這個他旁邊的這個男士 屁股這邊 他臀部這邊呢 有一隻牛跑出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 在後面的話 不管是從鼻子跑出牛啦 從眼睛跑出牛啦 什麼這一類的 因為當時就認為說 這個牛痘疫苗 是從牛的身上去採取出來的血清 所以呢 人如果注射到人體之後呢 人一定呢 這個也會 就變得跟牛一樣 我想請問各位 這樣子的想法 就只有英國人才有嗎 當然不是嘛 我相信日本開始在打這個 天花疫苗的時候 一定也有人是這樣的謠傳 那台灣呢 一定也有 台灣一定也有 所以要知道 酸民不是台灣的專利 酸民是屬於全世界的 共享 所以有酸民這個世界才會變得可愛 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啦 我們可以看到 天花疫苗呢 是從1796年 開始被發明 那麼大清帝國統治台灣的時間是在哪裡 是在1683年開始 一直到1895年大清帝國戰敗 那麼把台灣割讓出去 在這一段時間當中 那個疫苗已經發明了將近100年 台灣有打過嗎 沒有 沒有打過 沒有打過牛鬥 頂多就是做什麼 上一集所說的人鬥 所以他沒有 將近100年的時間 他沒有幫台灣的人民接種過 這個天花疫苗 那日本人來台灣統治之後呢 在1896年就開始針對出生嬰兒 開始來打天花疫苗 那麼剛開始當然是鼓勵啦 鼓勵性 只是說希望你們來接種 那麼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不願意啦 或者是怕這個小孩會 打了疫苗之後會有不良的反應 其實講到這邊說明一下 就是說所有的疫苗 都有產生不良反應的可能性 只是機率高或不高 那因為人體非常的奧妙 每個人的體質也不同 對於疫苗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自然的一個狀態 那麼日本統治台灣之後 到了1906年 到了1906年 就是統治台灣將近10年 在統治台灣10年之後 去接種這個牛豆 就是天花疫苗這件事情 變成是強制性的 所以小時候嬰兒一出生 只要嬰兒出生 就必須要在規定的時間之內 去完成接種 去完成接種 所以到了這個 到了1915年16年之後呢 台灣的天花出現的機率就已經很低了 但是呢 很遺憾的 在1918年到1920年之間 台灣的天花又爆發大流行 因為又從境外傳進來 所以你可以想像在剛才所提到的 明時元二郎總督的那個時代 又有禍亂 又有天花 又有西班牙大流感 甚至總督本身 也感染了這個 西班牙大流感 所以對他而言 他有很多想要完成的事情 但是因為病情 讓他無法完成 也成為他終身的遺憾 1918年到1920年的那個天花 其實算是非常嚴重 算是非常嚴重 因為它造成了25%的死亡率 通常天花的死亡率 大概大概在10% 最高到30% 那25%已經算是很高的 算是很高的 疫苗這個東西總是要製造 那麼製造 所以當時1896年的時候 日本統治台灣的第二年 就已經成立了 總督府製藥所 那總督府製藥所的 成立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藥品的移入 同一個國家 同一個國家 不同的地區 東西的出口進口 叫做移入移出 那麼如果是不同國家 它才叫做輸入輸出 所以移入移出 從這邊就知道說 總督府製藥所的 藥品的來源都是哪裡 是從日本內地來的 所以藥品或者是疫苗 移入台灣之後的 這個我們現在說的封簽 封簽 然後還有這個審查 他的工作都是在 總督府製藥所的 那麼它很類似於 現在目前台灣的食藥署 那之後總督府製藥所呢 就被合併到 這個總督府專賣局去了 然後他的遺留的工作 這個待會我們再來談 可是在我們畫面裡面 我們看到的這個是什麼 是1905年 在屏東的阿豪廳 他的牛豆血清製作所 在屏東 那麼這一個畫面 還有這個圖 還有這個單位的成立 就表示什麼 從1905年之後 在台灣非常普遍施打的 牛豆這個疫苗 就是台灣當地所生產的 那麼剛才有提到了 有提到了 這個疫苗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是從日本內地的移入 但是慢慢慢慢的呢 大家有發現 移入當然需要時間 那同時呢 如果有特別的 什麼樣的疫情 突然爆發的時候 光靠移入 有些時候 藥品的存量會不夠 這個各位在畫面當中看到的 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他在1909年成立的這個單位呢 包括了化學 農業 衛生 林業 工業 這一類的一些技術 的研究 都是在這個中央研究所裡面完成的 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衛生 那這個中央研究所呢 現在這個棟建築物已經不在了 因為被拆掉了 非常漂亮的一棟建築物 這棟建築物原來的地方是在哪裡 是在中山南路 就是現在教育部 還有中央聯合辦公室的那個位置 那麼當時呢 他是台灣所有的生物科技也好 或者是這個工業也好 林業也好 一些研究的最重要的地方 那麼這個研究所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是由總督府醫學校的校長 高孟友之他來兼任 那高孟友之後來這個退休之後呢 就由窟內赤雄 那個他也是這個總督府醫學校的校長 所以哥哥會發現 這個前後的這個所長都是 這個醫學校 總督府醫學校的這個校長 他們來擔任 可見在醫學或者在公衛這件事情 對當時的日本而言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總督府的中央研究所當中呢 當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研究 去開發本地製造的疫苗 從這邊就可以發現說當時當我們台灣在要去面對這次的武漢肺炎 要去開發自己的疫苗的時候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去買就好啦 我們自己做得行嗎 然後怎樣怎樣 又開始有很多酸 那麼可是有沒有想過在19 剛才提到的牛豆 這個1905 距離現在整整120年前的人就知道 就知道疫苗一定要想辦法盡可能在當地本地生產製造 對本地的疫情才是有最大的保障 所以我就很想問一下這些酸民 你們沒有想過我們120年前的我們的祖先 他們就知道要這樣做了 120年之後你還在那邊一張嘴講這些有的沒的幹什麼呢 當然當然 疫苗的國產化製造當中必須要經過很多的檢驗 這些大家都知道 但是這個目標不能夠被改變 你沒有跟你自己有 這是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從這邊你可以看到 經由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他所自製的疫苗 到了1920年代的後期 到了19年代的後期 他不是只有僅供台灣本地的使用而已 那個時候台灣自己研發出來的疫苗 包括了禍亂 包括了鼠疫 傷害、刺利 狂犬病、牛豆、甚至流感 那麼到了1920年代的後期呢 不僅僅只是提供台灣本島的自己的使用 民眾的使用而已 他已經甚至還可以做移出了 或者是輸出到到國外去 這個當中也包括輸出到中國 所以可見疫苗的自治這件事情 是多麼的重要 好 那麼打了疫苗呢 不見得你不會被感染 但是打了疫苗呢 你的感染機會會降低 打了疫苗以後呢 你就算被感染了 你的症狀會比較輕微 所以打疫苗保平安 這個事情是從以前到現在都不變的 台灣第一次做這個大規模的疫苗的預防注射 所謂預防注射的時候 你還沒有得病 但是我就先幫你打疫苗 讓你比較不會得病 或不容易得病 是在1900年就開始 那個時候最早開始就是鼠疫的疫苗 狂犬病的疫苗呢 是在1910年就開始了 那1912年呢 開始有傷寒 然後陸陸續續後面還有一些 包括我們自己會去製造一些 特別是台灣特有的環境 會有很多的毒蛇 這些毒蛇的血清的研究 什麼都是在這個 中央研究所這邊所去做的 還包括了不是只有人 他還去研發了對動物的疫苗 譬如說豬獲亂 豬獲亂的這些疫苗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在畫面上的這張照片 是這個1919年的時候 發生這個霍亂 台灣全台灣霍亂流行的時候 在士林那邊的這個疫苗注射的一個畫面 那麼當時台灣的人口大約 1910年代 1919年 1920年這個年代 大約台灣人口是300萬人 這300萬人的人口當中 完成預防接種的比例有多少 82% 82% 這一個數字 就是不亞於我們這一次 這個在武漢肺炎發生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去接種武漢肺炎疫苗的百分比 所以這也是非常驚人的 那麼講到這裡的時候 大致上疫情都得到控制了 可是有一個東西一直沒有辦法得到控制 就是什麼 瘧疾 馬拉里亞 而瘧疾呢 這個成為1920年 因為他們提到的什麼天花啦 霍亂啦 這個鼠疫啦 大致上都OK了 唯一剩下來最大的是什麼 是瘧疾 可是有些觀眾可能會注意到 我剛才前面的第一章 法定傳染病裡面並沒有列出瘧疾 那這件事情呢 我也求教很多的這個前輩 很多的老師 為什麼法定傳染病一直沒有 這個裡面當中沒有列到瘧疾 而瘧疾呢 是影響台灣1920年之後的疫情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種疾病 為什麼 唯一有可能的解釋啦 唯一有可能解釋是 所謂的法定傳染病是 大日本帝國境內都有的東西 帝國境內通通都有 但是因為緯度的關係 日本的那個內地 瘧疾的狀況比較少 而內疾會變成是 台灣當地的特殊的風土病 所以沒有被列入法定傳染病裡面 但是各位 我們看一下郭雙富先生所提供的 這兩張照片 不管是左邊也好 右邊也好 左邊是在台南啦 左邊是在台南 你可以看到 這個衛兵 在第二守備隊的司令部前面的衛兵 他站崗的時候 他身上的穿著 頭上 罩著沙瓦 衣服呢 都是包緊 連領口都包緊的 手上還戴著手套 目的是什麼 就是怕被蚊蟲叮咬 我們再來看看右邊這張 同樣的道理 頭上 身上 全部包得密不通風 我相信那個時候 衛兵一定很辛苦 特別是台灣的夏天 台灣的夏天 特別是台灣的南部 在台南這樣的地方 包成這樣 我相信這個士兵們都很辛苦 可是從這裡也知道 那 瘧疾 對於人的傷害程度有多大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張 下一張 就是消毒水的製作 所以你 瘧疾 當然得了瘧疾之後 或者是在預防瘧疾 你可以用藥品來做 但是 野火吹不盡 春風吹又生 最後呢 你還是要想辦法 把這些瘧原蟲 能夠好好的去把它處理掉 還是最重要的 所以消毒水的製作的 這個畫面 可以看得到 上面有個桶子 製作消毒水 然後底下有一個 像水龍頭那樣的東西 到時候就是 可以把消毒水 放在這個小桶子裡面 去外面做一些蚊蟲的 這個撲殺 那 為了去防範 這一些傳染病 那個時候 還會有出現衛生房 問婦這樣的一個職務 那麼等於就是說 家房的防疫 那麼台北市那時候呢 在1924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有在流行 這個商函 所以特別派出這個 有四個專職的 這個衛生訪問婦 他去 在八個月的時間當中 走訪了台北市 三千戶的人家 去你們家問看看 你們家裡面有沒有發生什麼特殊的狀況呢 然後這樣四個女性 靠著 一步一腳印的靠著八隻腿 贏過一大堆當時左派 在報章早日上的出一張嘴 這就是我對這個事情最大的感受 剛才提到了 台灣的這個地方傳染病之王 就是瘧疾 那麼可以看到 這張畫面裡面也可以看到 這個在瘧疾 他要去發現他 他是要用採血 就是抽血 抽血之後去培養病裡面去 用血圍鏡去看 才知道你有沒有虐原蟲 那當時剛才也提到了 對人可能是要吃一些藥物 治療或預防 特別就是奎寧 可是要嘛就是要正本清源 去防止這些蚊子的再生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產生兩派不同的理論 是要對人 就是所謂的對人法 對人採取治療這樣的方 預防或治療這樣的理論 還是要對蚊子的治療或預防 而產生兩派不同的理論 那麼這兩派不同的理論 在台灣當時交互的實施 然後花了一段時間 但是其實這個都沒有辦法 最後得到根治 當你被發現說你得到了傳染病 然後被確診了之後 當時就是會送到 各位在畫面當中所看到的 就是在目前台北市的 重慶南路跟民權西路的 民權國中那個位置 當時叫稻江醫院 它是傳染病的專責醫院 那有些時候 因為傳染病突然爆發 人數很多 所以在這個 雖然這個稻江醫院 可以收容120個人的病患 這樣的一個設備 但是可能還是不夠用 所以有些時候 還會跟現在的這個馬街醫院 來借這個病房 那麼去預防瘧疾 唯一的目前認為 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奎寧 所以那個時候 日本的幾個大的製藥廠 像武田製藥 炎野抑制藥 還有新製藥 這些都在台灣各地 特別是南部的地區 去種植奎寧樹 然後來提煉奎寧 這些金基納的素原 就是各位在 這個畫面當中看到 那這個素原 就是在台東的新製藥 他們所培養的金基納樹的素原 那用金基納樹的這個素皮 來去提煉奎寧這個東西 那麼談到瘧疾這個事情 也很有趣 研究瘧疾的專家 就是連日清教授 他在不久前幾天剛過世 他對這個瘧疾的研究 對於蚊子的研究 可以說是舉世無雙 他的研究的結果告訴你說 台灣總共有125種蚊子 但是能夠傳染瘧原蟲的蚊子 就只有一種 就是矮小瘧蚊 所以要撲滅瘧疾的正本清源之道 要用撲滅這個矮小瘧蚊 或者是防止生活或活動 才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台灣的整個瘧疾一直要到戰後 就是到1965年之後才被根除 那是在美國的協助之下 投入了非常大量的人力跟物力 讓台灣的這個瘧疾能夠得到根除 那麼最後我們要談的是第三點 就是台灣的海港檢疫規則 就是海港防疫 你如何在你台灣本島清理得差不多的時候 讓新的這個疫情不要進到台灣這個本地裡面來 當中可以看到在1899年的時候 台灣實施了台灣海港檢疫規則 那其實你會說日本統治台灣不是1895嗎 那為什麼在四年之後才實施 那其實在日本統治台灣的第二年 他就先發表了什麼 傳播檢疫暫行規則 那為什麼叫暫行規則 因為其實當時的日本跟當時的中國一樣 都在列強的不平等條約之下 所以你要登傳檢疫 你的關稅還有領事裁判權 這些都不能夠自己做主 所以等到日本在1899年 逐一慢慢的廢除跟列強之間的 不平等條約之後 法令才能夠成為正式的法令 叫做台灣海港檢疫規則 而不是暫行的法令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到這些 這個會業書 都有很多漂亮的會議書 都是由廖敏銳先生所提供的 從這邊可以看到 在基隆 基隆的這個港 就停泊了很多的榮客船 好 榮客船 榮客船是什麼 榮客船就是靠風力 去發動的這個船隻 那麼榮客船 最常常被使用的這個地區 因為它不可能走太遠洋 那都是近海 所以最常出現的榮客船的地方呢 包括了台灣的這個基隆 淡水 然後安平 台南的安平 還有打狗高雄 那它呢 航行的目標 或是往返的目標是哪裡 就是中國的泉州 福州 廈門 那其實很近喔 它雖然是靠風力 它沒有機械動力 但是靠風力 它大概一個晚上的時間 就可以到達目的地了 所以從基隆或淡水 它就可以到泉州 那麼榮客船 是當時防疫的一個很大的破口 為什麼 因為這個噸位並不高 所以它很可能很容易去停靠 在不同的這個港口 甚至呢各位看到這張 是已經進到了安平的運河 也就是說已經進到市區內部 它都可以在旁邊停靠 那停靠的時候呢 船上當然人有可能 沒有被檢疫檢出來 那麼船上呢 還有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畫面當中 有這個纜繩 因為船要停靠嘛 然後拴在這個港口旁邊 那老鼠也有可能順著這個繩子 或者是短距離的游泳 就上岸 那就是屬於發生的跡象 那麼這個榮客船呢 是防疫的破口 另外一個防疫的破口是什麼 就是各位在畫面當中看到的 竹筏 這個竹筏 大部分有些是船隻 包括榮客船 或者是其他機械動力的船隻 在台灣的這個外海 停泊的時候 他們可以搭這個 這個竹筏 坐這個竹筏 我們現在說話說坐湯 坐筒子 來偷渡 然後它可以進入什麼 台灣的河川 不是只有港口 已經進到台灣的都市裡面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先決戰於境外 所以在當時呢 我們就要求說 特別是在中國或者是華南 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南洋 有發生疫情的時候 要來台灣的船隻 他必須要先做什麼 海上的檢疫 那麼甚至要登船之前 就應該要有眾斗證明書 就是打疫苗的證明書 跟現在目前一樣 就是那張小黃卡 你必須要有這個證明書 否則呢 你不能夠在台灣上岸 登船的時候 沒有這個證明書的人呢 他們船上都會配備著醫師 就船醫 在船上進行這個疫苗的接種 疫苗接種 後來呢 當每次疫情發生 比較嚴重的時候 已經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是你只要沒有眾斗證明書的 或者是 或者是這個 在船上接種的 然後就一律登入這個登案之後 在台灣登案之後 要先隔離14天 跟現在目前一模一樣 就是隔離14天 那 後來就發現 特別是從中國或者是 這個華南 中國的華南地區來的 這個旅客 或者是人事當中 有很多人是持著假證件 也就是那張小黃卡是假的啦 那他們來這裡的時候呢 的工作有些時候是來當黑工 有些時候呢 是偷渡 所以他連證件本身就是假的 所以後來就乾脆 只要覺得你是一個可疑的人物 或者是證件有可疑的地方 就全部先抓去隔離14天再說啦 這就是當時的防疫的方式 那剛才提到的 那些独罰 他有可能 從這個外海一直進來到 這個內陸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 在河川 河川的旁邊 也要進行檢疫 所以都會有警察 在河川旁邊駐守 對於這個 往來的船隻 進行不定期的檢疫 那麼 大型的船隻 特別是機械動力的大型船隻 就必須要完全決戰於境外 當時的台灣 有兩個主要的檢疫所 一個是在北 就是基隆 一個在南的高雄 所以當船隻在海洋上面航行 還沒有到台灣的時候 如果船上有發現 像上次那個鑽石控組號那種 有染疫的客人的時候 他就要求你 不管你本來是要 在哪裡放客人下來 是在台中也好 或在花蓮也好 或在宜蘭也好 他會要求你 一定要回航 不是在基隆 這個靠岸 就是要在高雄靠岸 為什麼 因為只有這兩個地方 才有大規模的檢疫所 當聽到這個有可疑的船隻的時候 工醫跟警察就會登船 去做檢疫 然後如果發現 有可疑的對象的時候 這個船基本上不能靠岸 他必須要在海上做隔離 那麼我們看到這一張會頁書 是當時的基隆港 基隆港的一個畫面 那麼 剛才提到了 警察跟工醫他會 從港口這邊出去 到船上去做檢疫的一個工作 那麼在這個 霍亂 特別是霍亂 或是大的傳染病流行的期間當中 他們的檢疫 比如說以霍亂來講 檢疫的方式 其實是要經過糞便去做檢疫的 這個方法 他的檢疫的方法是什麼 不像現在比如說什麼PCR 因為像霍亂他就是要經過糞便 所以所有的旅客 所有的旅客 必須要在甲板上面 甲板上面就隔了一間一間的 用那個布 這樣子隔起來 一間一間的像 像那個小房間一樣的 旅客必須在 因為怕你那個檢體 跟別人的這個換 偷換 所以這個公醫或者是這個警察 他必須要在甲板上面 看著你看著你便便 看著你排泄 然後再把那個檢體拿去化驗 避免你跟別人偷換 所以這個也是蠻有趣的 那你會說很多人會想說 旁邊有人在看我便便我 我就沒有辦法便出來 沒有關係 那些公醫 他們會有他們的方法 他就是給你通便 然後很多人通一次通不出來 再通第二次 第二次通不出來 再通第三次 一通再通三通 就像我們現在 一採二採三採 那個意思是一樣的 一旦有發病的人出現的時候 他就不會讓你上岸 你就直接在船上面做隔離 另外一般的旅客進來的時候 他還是要去考慮到 這樣我們目前是考慮到 一個很頭痛的問題就是 防疫跟經濟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那各位看到了這個就是 基隆的先動海港檢疫所 當疫情發生比較嚴重的時候 有可疑的或者是有從可疑的地區 或者是從這個疫區來的船隻的民眾 他們全部都要到這個海港檢疫所裡面 做檢疫然後做隔離 那麼也就是說 船隻靠岸之後 這個看起來沒有什麼症狀的人 就走右邊 有症狀的人就走左邊 走左邊有症狀的人 就直接送到剛才所提到的 像各個都市裡面的 如果以台北來講 就是那個稻將醫院 像那樣的一個專責醫院去接受治療 那看起來沒有什麼事 但是也許是因為你還沒有發病而已 所以他就走右邊 直接進入這個檢疫所 檢疫所裡面 依照這些旅客他們搭船來的時候的艙等 分成上、中、下 三個不同的艙等 也有不同的房間 先進去浴室裡面 自己清潔一番 然後他們的行李、衣物也要經過消毒 然後在這個檢疫所裡面 住滿了14天都沒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他才放你出去 這個是不是跟現在的防禦旅館的概念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他比這個防禦旅館裡面 還有更有人性一點 是這樣 他裡面還有交儀廳 還有這個餐廳 所以稍微比現在目前有人性一些 那麼這個檢疫所當中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設施 就是什麼 動物的檢疫防射 所以他不是只是暫時留置人而已 他在旁邊還有動物專屬的區域 在這邊就會讓我們想起來 1997年 台灣因為有一些不肖的業者 從這個中國偷渡了 這個有口蹄疫的租資來台灣 造成台灣口蹄疫 本土的口蹄疫 它的一個爆發 被感染 所以不是人才會被感染 豬也有可能被感染 那因為這個口蹄疫的爆發 讓台灣的豬農 在接下來的20年的時間 20幾年的時間當中 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損失 那也一樣 台灣本來已經不是狂犬病 世界上很少很少 只有三個國家 不是這個狂犬病的疫區 那也因為有很多的不肖業者 偷偷從中國 用剛才那個 當然現在不是龍客船了 但是那個小魚船 偷運一些品種貓 所謂的品種貓 或者是品種狗進來 讓狂犬病這一個疾病 在台灣已經消失了幾十年的疾病 又重新在台灣爆發 所以整個檢疫 不像我們所說的只是針對人 針對動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最後我們要提到的 就是剛才所提到的這樣的一個 將近50年的時間的一個防疫成果 但是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 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的末期 台灣的整個疫情又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那個時候倒不是因為衛生條件或者是環境的改變 而是醫療藥品的短缺 到了1944年的後半期 到1945年中戰之前 台灣基本上等於是被孤立了 因為你一從基隆出海 就會遇到美軍的潛水艇 這個轟炸機 從高雄出海 在巴斯海峽 巴斯海峽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船的一個墳場 就會遇到美軍的潛水艇 還有這個轟炸機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把台灣孤立起來 然後台灣因為被孤立起來 所以有很多的物資 在當時是沒有辦法得到的 我用這張照片來講一下這件事情 各位看一下這張照片 站在照片當中 這是一對新人結婚的鏡頭 1942年的時候 中間站的瘦瘦高高這一位 就是孤正弗先生 我們很少人知道 孤正弗先生其實 他後來的婚姻是第二次的婚姻 他第一次的婚姻是跟台南的皇家 台南的望祖皇家 他們結的親家 他的太太叫黃昌華 穿著白色衣服這一位是新娘 那孤正弗先生的左邊 是杜聰明醫師 杜聰明博士 穿著白色衣服的黃昌華新娘的右邊 這個是杜聰明的夫人 然後在後面最高的地方 後面站的 這個是當時的總督府平議員 許炳他是代表孤顯榮 因為孤顯榮那時候已經過世了 孤顯榮過世之前把孤正弗 就托付給他 所以他等於是代表南方的家屬 的一個鏡頭 這個中間的這個 許炳的左邊後面 這個就是黃昌平等於就是 他就是孤正弗的女婿 然後在許炳先生的右邊 這一位看起來 臉非常浮相的這位先生 就是新娘的父親 黃熙犬先生 是台南皇家的 這一段婚姻 只維持了短短的兩年多 為什麼 因為1944年 郭政府的新娘 黃昌華女士 就因為得到了腸結合而過世 當然我們通常想到都是廢 但是他也有可能會 這個隨著身體的體液 跑到腸子胃那邊去 那得到了這個腸結合過世 那因為坦白說 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一定會 他是不是一個絕症不見得 但是在當時醫療藥品缺乏的狀況之下 他也有可能因為這樣的一個傳染病 而造成這個過世 這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至於在中戰之後 當然有些人說是光復 那可是對於當時的台灣本島人而言 到底是光復還是戰敗 每個人有不同的解釋 但是對我而言 我就用一個中戰這兩個字來做說明 在中戰之後 中華民國的軍隊 登陸了台灣 那麼登陸了台灣 最先從基隆 登陸了台灣 當他們登陸了台灣的同時 也把他們在台灣已經 這個絕跡很久的疾病 例如天花 例如禍亂 例如鼠疫 重新再帶來台灣 所以 台灣是不是光復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因為在1895年到1945年 這段時間當中 中華民國從來也沒有在台灣登陸過 所以是不是光復 我不確定 但是我很確定的是什麼 是霍亂 天花 還有 這個鼠疫 他們的確在1945年中戰之後 再一次的光復了台灣 但是這個部分就不是我的研究範圍 那麼有空的話 也請來欣賞一下 館方接下來正要準備做的 一些228與流行病的展覽 那今天的講座就到這邊結束 先謝謝各位 謝謝